在隨著颱風逐漸北上的過程當中 颱風的暴風圈會逐漸的涵蓋到台灣中南部的陸地 因此在這一報我們新增了警戒區 包括了雲林以南地區、花蓮台東地區 還有澎湖都納入了陸上警戒區域 提醒當地的民眾要特別留意颱風訊息 並且做好防海準備 而另外海面上我們則持續針對台灣東方的海面 巴士海峽、東沙島的海面 跟整個台灣海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請在這些海面航行及座位的船隻 應該要嚴加的戒備 而這個颱風由於今天是一直待在台灣的南方 所以使得台灣這邊盛行非常強的偏東風 所以在雷達回坡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強的偏東風 把大量的水氣從東邊的外海帶進來 因此今天在東半部的降雨其實是非常多的 截至到目前為止的話 最多的累積雨量是出現在花蓮的60時山 已經超過了200毫米了 而另外在宜蘭跟屏東的山區 也有超過200毫米的累積雨量 隨著這個颱風持續的在台灣南方 因此我們預計這樣子東半部的降雨 其實並不會馬上緩和下來 我們從定量降水預報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東半部恆春半島雨勢還是相當大的 而至於在西半部降雨則沒有這麼明顯 但是西半部的山區 南部地區跟北部地區 還是有些間諧性的陣雨 這樣子的狀況到了明天白天 颱風逐漸來到台灣西南方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南部地區的降雨也增加了 甚至一直來到明天晚上到後天 南部地區的降雨更加明顯 包括澎湖跟金門的雨勢也逐漸的轉大 所以這邊要提醒南部地區的朋友 雖然現在還沒有感受到太多颱風的影響 但是明天的雨勢也會變得相當明顯 風勢的部分的話也會變得相當明顯 過去這幾個小時其實在台灣的北部 東半部跟恆春半島 還有包括金門、馬祖的沿海 都有測到7到9級的強陣風 那在今天早上的時候在我們的大午 也有測測到10級左右的強陣風 我們預計在今天一直到今天晚上 持續吹襲偏東風的狀態底下 台東跟恆春半島隨著暴風圈逐漸的接近 風勢會逐漸的增強 持續有10級的陣風發生 而另外因為地形的影響 在北部地區包括大海北的盆地之內 以及包括金門跟馬祖 都陸陸續續有8到10級的強陣風出現 我們也持續針對這些地方發布陸上強風特報 同樣的在明天颱風來到台灣西南方海域的時候 強風的區域也會有所增加 那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包括在台南以南沿海的這個部分 大概到明天下半天之後 會開始有比較明顯的強風出現 而澎湖跟金門隨著颱風逐漸接近 後續的強風好雨也會逐漸的增強 所以在明天的這一段時間的話 每個區域都會感受到不同的天氣形態 那當然在今晚到明天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台東跟恆春半島 隨著暴風圈逐漸接近 強風好雨會持續到一直到明天 而另外宜蘭花蓮一樣同樣都是封面 所以在這段時間的話也是好雨不斷 那另外是在被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這段時間下載TV